Hello 大家好 我是下巴仔 有緊貼下巴仔最新消息的觀眾們 就一定知道下巴仔五月頭去台北玩 今次行程都不外乎飲飲食食 逍遙快活 知道很多朋友都喜歡吃台灣的牛肉麵 所以我們都趁著今次的旅程 找了三間牛肉麵 最便宜100台幣都有交易 分享下到底好不好吃 如果你都喜歡看這些美食大集合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按讚和分享 到時登機 出發了 今次選擇的牛肉麵點 其實都是下巴仔的口袋名單 幾年沒有去 今次決定一次過清一下這些名單 不如先由最便宜的那間講起 而這間叫做富宏牛肉麵 它的位置是比較近接運的西門站 在這條街上 見到最人頭湧湧的店舖 就是這間富宏牛肉麵 因為它除了便宜之外 而且它還是24小時營業 還有免費的可樂可以任喝 所以聽到在場的除了本地客人之外 都吸引了不少觀光客 當然我們是吃午餐 全場都基本上爆滿了 不過這裡翻桌的速度都很快 所以都很快可以入座 一坐下 基本上是沒有思考的時間 因為小姐姐很快想幫你下單 大家記得先看了餐牌 這裡的牛肉麵分為小中大大尺 每一個尺寸的價錢 相距都只不過是10元 我們要了小碗的 看到外面煮麵的師傅手腳都很快 所以我們這碗牛肉麵都很快上桌了 下單的時候 記得選擇要寬麵還是右面 我們還要了寬 雖然是小碗 但是份量依然很足 看下去湯底都很清澈 並不會有很多油脂飄浮 試一試口湯 喝下去比它的外觀更清淡 算是比較清爽的牛肉湯 牛肉份量都比得多 牛肉的表現都尚算OK 比較喜歡吃有筋的部位 這樣會比較軟身一點 但是不算好入味 但我覺得最值得欣賞的就是它們的麵 這裡的麵是非常之厘韌 好好照顧 越吃越香 都怪不得在場大家都點麵比較多 如果你覺得牛肉麵比較清淡的話 其實桌面上都有不同的調味料 例如酸菜、牛油、辣椒油 加了立即變得重口味 大家都可以試試 吃完之後 可以享用它們便費提供的汽水 總括來說 這間的牛肉麵真的性價比很高 絕對是可以吃到超飽 第二間我們要去到的是 劉山東牛肉麵 它擁有全台北最好吃的清凍牛肉麵稱號 所以我們都決定會一會它 它的位置是位於台北車站附近 在一條小巷的裏面 路過幾次 見到它外面都有一條棋的人龍仔 今天親身等過之後 發現其實它的人龍都不會等很久 大概5至10分鐘都可以入座 入座之前店員會先幫你下單 它們不論清凍或紅燒牛肉麵 都是170台幣一碗 另外想試它的炸排骨 但當日還賣光 所以還要了一份小菜豆干 上桌要很仔細看才分出哪一碗是清凍 哪一碗是紅燒 紅燒的油脂比較明顯 先說說我們最期待的清凍牛肉麵 先喝一口湯 湯底肉味蠻濃 但質感做到清爽的感覺 喝起來是暖粒粒很舒服 裡面的牛肉是呈長條形 份量也是很多 不過相對比較粗身些 某幾塊會特別硬些 而麵條我都很欣賞 每一條麵都是肥嘟嘟的 入口是覺得很滑 它是走比較軟爛的路線 很容易再可以一口接一口 不需要點咀 而紅燒牛肉麵 湯底也是比以往接觸的紅燒更加清淡 帶淡淡的甜味 所以也屬於舒服爽口的湯底 這碗的牛肉更漂亮 和第一間一樣 桌面上都有擺放其他調味料 例如酸菜、蒜頭 和這裏最特別的陰士 不同的配搭加在湯底 都會令到牛肉麵有不同的風味 大家可以試一下 而小菜的豆干 老得不夠味 這個就不用特地點了 總括來說 這間的樓山東牛肉麵 是比較適合喜歡清淡口味牛肉麵的朋友 如果你是的話 這間30年老字號 或者可以成為你的心水 最後一間叫做 進師傅牛肉麵 這間我上網見到 真是很多人推介 它是位於中校復興站 出站之後 走幾分鐘就可以到的牛肉麵店 因為網上的人說 這裏排隊都頗誇張 所以我們就趁它剛剛開門 早點過來 不過現場所見 排隊的狀況都不太誇張 想試的就不需要太擔心 這裏最出名的是 紅燒牛肉麵 聽說還拿了一個牛肉麵的獎牌 店裏面的座位不多 坐得來是比較逼夾少少 而裝修是行日式公格 環境是蠻漂亮的 進去就可以探索桌面上的 QR Code 落單 我們要了一碗235元台幣的紅燒牛肉麵 另外他們的蜆肉雞腿肉麵 都聽說很多人喜歡 所以我們就叫了這兩款試試 可能是因為客人同一時間湧入的關係 所以等候的時間是長些 不過不要緊 因為這時候 你需要去到外面的自助調料區 這裏同樣有不同的調味料 辣椒醬、蔥花、酸菜 可以給大家自己調配 另外飲品也是自取 飲品種類有十多種 我們最後想試試它最特別的手作烏梅汁 因為好像比較少見 它寫著是純中藥手作 12小時進行骨髮咬劑 加上是台灣產的 所以我們再試試 這個飲料也是酸酸甜甜 味道不是很驚人那種 紅燒牛肉麵上桌了 我們選了要寬麵 這碗牛肉麵真是很美 每樣材料的擺放都很精緻 先試試湯底 它入口馬上感受到重鹹 超級濃郁 屬於重口味的湯底 而且是帶一點花椒香氣 同時又有椒麻的感覺 麵是刀削麵 吃起來很大 而牛肉是可以做到入口就化開的感覺 中間的筋非常軟軟 這個牛肉味都很濃 我自己就覺得 牛肉比麵和湯底更加驚喜 另一款 蜆肉雞湯麵 它的湯底是奶白奶白色的 而上面鋪滿了雞腿肉和蜆肉 湯非常清甜 喝得出蜆肉的甜味 蜆肉粒粒飽滿 而雞腿肉不算粗 但沒什麼味道 麵條比較像拉麵 這個正常發揮 我們還點了黃金泡菜 非常爽脆 吃得透心涼 總括來說 這間鎮師傅牛肉麵 比我想像中帶來的驚喜沒那麼大 牛肉麵湯底味道 正常發揮 反而牛肉做更加好吃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又剛好不用大排長爐的話 都可以試試 今次我們在台北吃了三間不同類型的牛肉麵 我想三間都各有特色 不論是湯底 麵條 甚至是牛肉 都有自己獨特的地方 所以最重要是選擇你喜歡的口味 希望今次的分享 可以給予更多台北牛肉麵的參考資料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就快點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